山东一个学校的校服居然被吐槽向兽衣 根据《九派新闻》的报道 近日山东林椅一学校校服被多名家长吐槽 引发了热议 视频中该校服蓝白配色 衣服上刻有祥云图案 拉链搭配直盘扣 15号该学校回应了 是汉朝风格 穿起来很漂亮 学校都是事先经过了家长学生的意见 才会订购 不会更换 而部分家长联想到兽衣 其实现在兽衣的款式也有 中山装 西装 唐装 难道这些衣服不能穿了吗 随着舆论的发酵 很快当地教体局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由于家长对该校服款式意见很大 目前该校服款式已经被淘汰 有网友认为校服的款式还好 没有像兽衣那么严重可以接受 然而大部分网友还是觉得挺难看的 虽说是汉服风格 但是设计不伦不类 让人一言难尽 对于校方所说的汉朝风格 我也专门去查了一下 这套校服确实看着 和这个汉朝风格差了不少 大家认为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